第六呢当然施工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在交通中要考虑施工缝 如果考虑施工缝 那么施工缝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这里就起到了施工缝的位置的确定 施工的位置 我们应该是设在受简历 受弯矩较小 而且便于施工的部位 因为施工缝其实它就是破坏了 整个整体性 当然破坏了整体性的话 那么你不可能在一些受力很大的部位 你来进行做施工缝 那么这个桥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因此呢我们呢就应该是在 内里玩矩较小的地方 当然缝有水平面的缝 有垂直面的缝 比如说我们桥墩从下往上面交 那么也不可能几十米的桥墩一次性交完 我们都要是分段进行从下往上面进交 那么交的过程当中 那么断一断之间 那么这里就有个什么缝 就有个水平缝 就有个水平缝 所以这叫水平缝 当然也有什么样 垂直面的缝 垂直面好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两很长很长 是吧 那我们不可能一次性把这个两全部交完 那么这里出现了什么 垂直的这个施工缝 不管是水平缝还是垂直缝 我们都破坏了整个结构物的整体性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基缝的处理 以保证整个桥内的结构安全 那么处理该怎么处理 不管是水平缝还是垂直缝 处理首先要凿除 我们这个接缝这个地方的 或者说的水泥沙浆或者松散层 因为这些松散层或水泥沙浆 不利整体性 所以说凿除水泥沙浆和松散层 第二个凿除水泥沙浆和松散层 找完之后用水冲干净 冲洗 所以你就这样去击凿什么 冲什么 冲的时候呢 冲完以后 在继续要浇住后面的混准之前 我们对水泥沙浆 一定要做水泥浆浆 对水平缝要做水泥沙浆 要刷一层浆体 好了 这就是我们对施工缝的一个处理 凿除什么 用水冲洗 然后刷水泥浆浆 或水泥浆浆 当然我们破坏了整体 特别是对有些结构要求比较高的 像有些地震区 你本身的流浪这个施工缝 破坏了整体性 为了弥补这块 或者加强这块的整体性 像有一些重要部位 有防震要求的混准结构 和钢筋吸收的钢筋混准结构 那么我们除了刚才做好接缝这个地方 凿除松散层 然后来进行的用水冲洗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通过补擦毛固钢筋 和石损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来连接我们的接缝的整体性 对有抗生要求 什么叫抗生要求 比如说有另外一边有水 可能会通过这个施工缝流到另外一侧去 但是我们不容许它这样渗过去 所以有抗生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把施工缝做成凹形图形和石水淡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混准结构 是个柱子 那么这边是有水的地方 云水面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如果有抗生要求的话 那你在这个施工缝这个地方 可以是什么 你看胶后的混准 这个二的这个混准土的这个浴水膨胀的直水条 就是这直水淡 或者是你把这个缝做成什么 图形 也可以啊 把它做成凹形 所以有图形有凹形 那么这样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水流到另外一侧去 当然为了加强整体性 你可以在上面补插什么 补插毛骨钢筋 都是可以的 还有施工缝如果是斜面的话 施工斜面的话 就像我们把这个混准要接长 你看着我们前面路级讲的工程一样 你要接长这个路的话 施工我们都要挖台阶 所以我们呢同样交混准也应该把它交出成什么状 台阶状 相互错开 增加整体性 第五 施工缝处理后 需带处理成混准土 达到一定强度后才能够继续交出混准土 达到强度的一般是1.2兆 对于钢筋混准土的这种时候 强度必须在多少吧 2.5兆 我们强度当中的混准土都基本是钢筋混准土 所以强度都要达到2.5兆 第五 混准土的养父与修饰 混准土养父 养父这个混准土 我们首先混准土交完之后要及时养父 尽快养父 你看这边 在收缰后 尽快 以覆盖或者是洒水等方式来进行养父 因为养父不及时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混准土会开裂 不能要给多久多久 只要收缰后 这关键是收缰 尽快做 用怎么做 覆盖 洒水 像我们桥墩一般的就是用什么样 用我们塑料薄墨把它 把它遮盖起来 还有混准土洒水的时间 一般 7天 洒水期间 然后呢 8点的混准土强度达到2.5兆化之前 我们不得使其承受行人或运输工具和模板支架级结合价等货站 不得使其承受这个货站 就墙都没打到 不能承受相应的货站 什么时候了 2.5兆化前 这是养父 另外就是大体系混准土施工了 我们大体系混准土在墙当中应该非常常见 从我们的基础上来以后 像我们成台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大体系混准土 桥墩大体系混准土 潮跨部分大体系混准土 所以说大体系混准土的施工 那么是我们最重要的 也是最关键的 而大体系混准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由于混准土形成强度过程中 它要产生水化热 所以说我们就要以控制水化热为原则 来进行对混准土的材料或施工进行相应的控制 好了 我们来看 要减少这个水化热 升温对混准土的破坏 那么在选择水泥上 我们应该选择低水化热的水泥 和临界时间长的水泥 像我们大把水泥 矿杂水泥 这些水泥都是属于什么 低水化热 临界时间长的水泥 当然这个水泥的这个低水化热 临界长的水泥 当然我们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混准的强度了 对不对 因此我们可以往里面加一些早期水化热 和一些降低早期水泥的外加剂和矿物仓荷料 外加剂应该采用缓氧剂 减水剂 仓荷料用粉煤灰和矿炸粉 这些材料 第二个进行配合比设计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保证混准强度活性塌的生效 减少单方活的水量 除了水泥品种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是水泥的用量 当然水泥用量越少 那么强度呢 形成强度中的水化热就越少 当然你说水泥变少了之后 强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包括活性塌落都会受到影响 怎么办 刚才我们在前面说了 你如果减少水泥的用量的话 那么你相应的外加剂啊 仓和料啊 你必须要跟上 那么跟上以后呢 主要就是要保证混准土的强度活性 和塌落这个要求 第三个大体积混准土的配合比设计 和质量评定是以多少天 六十天 大体积混准土是按六十天的 卡压强度来控制的 一般的不是大体积混准土 我们按多少天呢 按着二十八天的 零期来进行做配合比设计 和质量评定 所以这个给我们普通的混准土 普通混准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 好了 这是从材料方面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要 从施工方面 从施工方面 大体积混准土 我们如何在施工上来控制 它的内外温差 以及来减少它的混准土内部温度 从而达到减少这个混准土 温度引力对结构的破坏 那么第一点就提到了 大体积混准在胶柱的时候 温度控制 内部最高温度 不得大于七十五摄氏度 内表温差不得大于多少度 二十五摄氏度 首先是内部温度不超过七十五 内表温差不大于二十五 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说混准土里面的温度 是七十摄氏度 外表的表面的温差 是三十五摄氏度 那么里面是七十摄氏度 外面是三十五摄氏度 那么你看一看 这个内表温差 超没超我们的二十五 你这样一减 是不是就三十五摄氏度了 超没超二十五摄氏度 超了吧 那么你这种情况的控制 是不是肯定就不行了 你这样的话 就容易导致混准开裂 那么如何来使我们的温度 控制二十五摄氏度的温差 要么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要么它把它降低 要么你把这个保温 保温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呢 自然温度也再高 也就是大概四十度左右 对不对 我们相对说比较热的天气的话 那么里面的温度 里面的温度最高 不能超过七十五摄氏度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降温 降里面的温度 怎么降 降温度里面的温度 我们在施工方法上 就用分层分段 分层分段 其实让更多的温度 里面的温度跟外面进行接住 来让热量散湿出去 所以分层浇住 应该是从上层温度浇住之前 应该在下层温度 里面要进行着毛处理 主要分层浇住 要着毛处理 还以外就是分块 分层肉干个块 那么分层块以后呢 这个时候你再来进行浇 那么块一块之间的更多的温度 以大气接触 所以说分层分块 其实就是让更多的热量散湿所接 而且分块就相当于是做的是施工段 那么施工段就相当于是施工缝 所以说这个施工 块一块的竖向接缝 我们应该平行结构物的 什么边 短边 平行结构物的短边 不是长边 为什么你想施工缝 你不可能做的很长吧 我尽量把这个施工怎么样变短一些 所以应该是平行短边 并应该在交注完成摩拆模后 按照施工缝的要求 那么断一断施工缝 比如说这是个混凝图结构 这边也是个混凝图 这是分断了 这是分断 那么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是施工缝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按照施工的要求 进行着毛 着毛完之后 然后这里面呢 用微膨胀的混凝图来交这个 断一断的这个混凝图 一次交注完成 这个是分段 这个是什么 分块 这个是分块 这个是分层 这个是分层 是吧 沉一沉间 当然这里也要找毛 这里要找毛 断一断针 也要找毛 是吧 第五 大体系温图交注应该在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 是吧 较低 一般来说大体温图 我们尽量在早晨呢 是吧 凌晨呢 来进行交注混凝图 温度相对说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交注混当中 比如说我们如果太阳很大的话 热量很高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遮盖的方法来 减 降低我们交注现场的温度 当然我们 其实在这当中啊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像我们第六点 大体系温图温度控制 应该在 它用内降外保的原则 内降 就是对混凝图的内部采用 设置冷却水管通循返水 然后外部呢 用覆盖蓄热蓄水保温等措施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们在混凝图结构里面 买了很多的冷却水管 而且是优型的冷却水管 当你水灌入这个优型枪 我们这个系图一样 这里的水池 这里的水泵 就把这个水 原作这个 优型水管在混凝图当中呢 进行流动 那么流动当中 我们混凝图里面的热量啊 就被水带出来了 然后带下之后 就降低了里面的温度 那么外保呢 外保就是外面采用了 覆盖蓄热蓄水保温的方法 来减少它的这个温差 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冬天 因为冬天里面的温度高 特别是那么 表面的温度就非常低了 那么表面温度很低的话 很容易导致出现一个温差 那么这个温差太大的话 特别是外面是收缩的一个混凝图 里面是一个膨胀的混凝图 当这个膨胀力达到了外面的收缩力 抵抗不了的时候 它就把外面的混凝图就拉裂了 所以就开裂 那么你就外面可以通过保温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内表温差 不超过25岁度 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些措施 当然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措施 比如说 在我们混凝土这个混混料当中 我们加水和加冰水 通过加冰水搅拌混凝土 当然这也可以降低我们混凝土的温度 都是可以的 第七 大体系混土应该采用硅酸盐水泥 和普通硅酸水泥 那么其胶质后的养父时间 应该不少于14天 采用其他品种 养父的时间不少于21天 所以说你看大体系混土 至少要14天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高强度和高性能混凝土 高强度和高性能 首先我们看什么叫高强度混凝土 高强度混凝土是指的 不低于525的这个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 就是在水泥上面 应该选择是5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还有硅酸盐水泥 不得使用力摇水泥 知道不得用什么水泥 对于高强度混凝土 还有水泥的用量 水泥用量不超过500千克每方 焦零采用力不超过600千克每方 第四个就是高强度混凝土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搅拌设备 强制式的搅拌机 不得采用什么样 自乐式的搅拌机 不得采用自乐式的搅拌机 所以应该采用什么 不应该采用什么 第二高性能混凝土 高性能混凝土 它的这个水泥 应该选择425的 不低于425的硅酸盐水泥和普通水泥 不宜采用矿砸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灰水泥和粉煤灰灰灰水泥 外加机应该选用高效碱水机 附和碱水机 用于提高混凝土 抗动性的引气机和碱水机 和附外加机 不得参用木质硫酸盐组成 组份不得采用 含有滤盐的防冻机 因为有滤盐的话 对钢筋的是有锈式的 所以应该有 不能有滤盐的 这是高性能的混凝土 那么这个高强度和高性能的混凝土 我们建议大家是以选择体的形式来掌握它 就是关于应该用什么水泥 水泥的用量多少 应该用什么搅拌 是吧 外加机有什么规定 那么这些是考选择体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 预定混凝土 那么预定混凝土 这个 就是EB413-033 预定混凝土跟普通混凝土 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 我们在进行 资工的时候 不仅仅包含了普通混凝土的相关内容 而且在施工当中 我们就增加了个预理 而这个预理 我们在施工当中 一般是先流出预理管道 然后再穿上预理巾进行脏揽 所以说 预理材料的保护和预理管道问题 我们看一下 第五点 我们书上讲到了 关于预理脏 预理混凝土 一定要用到毛巨 夹巨 等这些 毛巨应该有什么要求 分几张拉 补张 以及放松运力的要求 这个是考案例写的 毛巨应该满足什么要求 分几张拉 补张 以及放松运力的要求 第二个 夹巨应该具有 自毛性 松毛性 和重复使用性 因为你张拉运筋 是不是要毛巨夹巨 钢柴 钢筋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毛巨夹巨 还有一件连接器 同样 我们要用合格的 这个毛夹巨 和连接器 进场的时候 我们要检查出场合格证 和质量证明书 一样的话 要检查什么 出场合格证明书 除了检查这个之外 还要根据我们 毛巨型的类别型号 规格和数量外 还应该按下来要求 进行验收 那么验什么 一个是验收外观检查 印度检查 和近在毛固性的三个方面的检查 其中外观检查 主要是检查 我们的毛夹巨 从外形上面看 有没有问题 一般来是怎么抽样子的 从每批当中抽出 2%的毛夹巨 而且不少于10套的要求 也是一样的 抽了这一批当中 抽2% 那么是否小于10% 如果是小于10套的话 那么我们就按10套来抽 如果大于10%的话 大到了10套的话 那就按2% 是多少就多少 比如说抽出来12套 那就12套了 检查去外观和尺寸 如果检查当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我们双倍抽样 双倍抽样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检查了 对不对 那么印度检查一样的 也是抽取3%的毛夹巨 不少于几套 5套 这个是2% 不少于10套 也是这样 对其中有印度要求的宁件 做印度试验 对多孔夹片式的毛夹巨 夹片 每套至少要抽取6片 第三个就是近债卯国性能 近债卯国性能 其实就是把我们合格的 毛夹巨 结合到我们的钢筋 卯在一起 然后通过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毛夹性实验 因为最关键的 我想主要是这个实验 近债毛夹性能 因为这个毛夹性能 如果毛不住 或者满足不得要求 那么在张拉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钢丝滑丝呢 那么这个弹出来之后 有伤到人 因此呢 我们一般来说 是与相应规格的强度等级的 玉尼金呢 以三个玉尼金 毛夹巨组装架 进行近债卯国性能实验 如果有一个实验 不符合要求 我们怎么办 双倍顺利的毛具 来进行重新做实验 如果说仍然有一个实验 不符合要求 最大 双倍以后 还有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整批毛夹巨 是不合格的了 就不能像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硬度和外观 还有竹根竹根的一个格级卡 那么这个毛夹巨 就不存在 在竹根中了 说这个是 毛夹巨进场 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检查 出场合格证 让这门书 还要根据我们 合场毛夹的 类别型号 规格数年外 还要检查外观 硬度和近债毛部性能 第十 玉尼金的毛具夹巨 年纪性的验兽的 分批的发分 是按照 毛夹巨 是不少于2000套尾一组 一个验兽批 年纪性是不少于 500套尾一组 所以说我们刚才 我们要进行毛夹巨 要取样的话 那么这里2% 那么2000套 2% 那么取 都有多少套是吧 然后这里3% 你的毛具不少于5套 等这样 当然他说了 这里面不超过2000套 你可以取1000套 也可以取500套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混凝土的胶住 混凝土的胶住 普通混凝土 刚才我们介绍过胶住的过程 其实这里面 在没有形成 预理混凝土之前 那么混凝土的胶住 跟普通混凝土 是一样的道理 还是要注意的什么 控制离析 还有考虑施工 混凝土的问题 考虑施工 混凝土的问题 包括大体积混凝土的胶住 要求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相同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强调 我们来看第二小点 胶住混凝土的时候 应该根据购物件的 不同形式 我们选用插入式 附着式和平板式等 整动器进行整导 那么这个当中 说的是我们的整导设备 整导设备 第四小点就提到了 胶住香凉混凝土的时候 应该进口了一次胶住完成 量身较高 也可以分两次或三次胶住 是吧 那么胶的时候呢 我们分上应该先交底板 再交副板 其实是我们的副板 最后是交我们的顶板和一板 所以先交这个下面 这是我们的底板 还有我们的副板根部 这是我们的副板根部 然后再交我们的副板 最后是我们的顶板 和我们的一板 如果分两次胶住的话 你想我们这是不是就留下了一些施工缝 不管你留在哪个地方 那么这个施工缝 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要求 必须要凿出什么什么 水泥沙浆火冲上层 还有啊 用水冲洗干净 如果是水平缝要刷水泥沙浆 如果是处置施工缝要刷水泥浆浆 而且如果有整体强力要求的话 那么还考虑补差马骨钢筋 来对施工缝进行处理 继续要交下一部分的混凝土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前一部分混凝土的强度 达到多少 达到2.5兆帕 所以这都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图当中来 第五 混凝土交注完成并经过初令以后 应该立即开始养父 交完之后要立即养父 那么养父 它是用于判断 判断现场预理混凝土 结构和构建强度的混凝土事件 应该指于现场与结构构建 同等条件 同等环境 同条件 同环境 同条件 已经养父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现场的某一个混凝土 是不是达到百分之八十了 是不是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现场 刚才我们教的那个事件 一般的三组 每组三块 就可以做四组 是吧 那么通过这样来 这个事件应该是在哪呢 应该在同条件下 同环境下 同样养父 因为只有在同条件 同样养父 反应下 才能够反映出 我们这个梁的混凝土的实际情况 或者一个柱子的混凝土的实际情况 第三个就是施加运力了 施加运力 当然我们这里要抓住了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设备 施加运力的设备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张拉 张拉力的控制 设备我们要遵循的原则 就是一定要满足配套标定 和配套使用的原则 配套标定配套使用 标定应该是经过国家授权的 法定计量技术建议机构 那么定期进行 标定是前进定核赛的运行方向 应该与实际张拉工作状态 要一致 要一致 就配套标定配套使用 这个所谓配套二制 就是一定要 它是分成了很多组 比如说我们张拉这个钢筋的话 千斤顶 压力表 某具夹具 它是分成若干个组的 那么每一组当中呢 我们呢都是要什么配套的 你不能把第一组和第二组的 千斤顶进行替换 这样呢 就不是要配套标定 也不叫配套使用 而且因为这个配套以后 它是到了国家法定 计量的技术机构 进行效应过一段 才能够使用的 那么当然如果说 有下列情况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设备要重新进行标定 什么情况 使用的时间超过了六个月 还有张拉次数超过三百次 使用过程当中 千斤顶和压力表出现了异常情况 以及千斤顶呢 减修或更换了配件 那么如果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 我们都要进行重新标定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六个月和三百次 这两个数字的一个运用 一般来说什么时候做了标定的 那么现在又是什么时间 那么这两个时间差 是不是超了六个月 另外一个张拉次数问题呢 那么我们从标定以后的这个张拉开始 那么每一个月我们把张拉次数进行的统计 那么目前是否达到了三百次 如果达到了同样进行重新标定 当然随先到 我们就先重新去标定 第三点就是张拉力的控制 张拉力的控制 我们这里就提了 我们张拉一般是采用的是冷拉双控 冷拉双控 冷拉双控就是以控 双控是什么控 是控制硬力 采用硬力控制的方法 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伸长值来进行效果 所以运进来采用硬力控制的方法 当然是应该以伸长值进行效果 这个生长值 其实这个生长值说的是实际生长值 就是看实际生长值跟我们理论生长值 这个误差率大不大 来控制 所以他这里说了 实际生长值与理论生长值的差值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如果没有规定的话 我们要求把它控制在6%以内 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理论计算 多大的力 它应该生长多长的一个值 一个理论值 然后来根据我们实际的张拉力 再来看我们实际到底生长了多少 应该说这个理论值跟实际值 它应该是怎么样 从理论上是相等的 但是我们说了 由于张拉当中人的误差 设备的误差 肯定不相等 所以说这个值 这个值呢 肯定跟我们的理论值进行比较 如果这个误差率小于6% 那么我们就认为你是在误差范围内 也是满足要求的 反之如果大了6% 你就要去找原因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是我们千斤顶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还是我们的毛夹出了问题 还是我们的运力金在运力管道当中的摸准力太大的问题 那就可能是出现什么 出现了运力损失吧 那出现运力损失 那么运力损失之后就有可能的小一道 大一道 达到了我们这个超过了6%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要做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就必须把理论值跟实际值都应该能够算出来 那么这个理论值的计算 我们就用数量的公式 dataL 等于PP乘以2除以AP除以EP是吧 其中这里面的字母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EP这个字母的含义是弹性模量 因为我们在考公式的时候 主要还是考什么样 像理论值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更多的还是考选择题 问EP是什么意思 AP是什么意思 是前面面积 一样是弹性模量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实际生产值 实际生产值就是我们 因为钢筋的张拉是从零拉到粗硬力 再从粗硬力再拉到什么 最大控制硬力 最大控制硬力 粗硬力以下 零到粗硬力以下 这里我们有个生产值 我们叫dataL 从粗硬力到最大张拉力 我们这样有个L1 有个L2 有个L1 因此这里面 这两个子相加 才是我们实际的生产值 这个粗硬力一般是10%到25%的控制硬力 先拉到粗硬力 然后再拉到最大控制硬力 但最大控制力一般我们超张拉 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控制硬力 最大控制力 那么这样一起超 一般就要考虑超张拉的问题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值和理论值 这样做一个对比 当然这两个组织算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带入我们这个公司来进行判断 是不是小于我们6% 当然说设计是没规定的时候按6% 如果设计有规定的不能超过4% 那你就按4%来进行控制就行了 好了 我们这个钢筋和混凝土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个知识点应该说非常之重要 它是我们后面的下部结构 上部结构 施工的一个基础知识 掌握好了之后 为我们后面的在讲课的论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大家一听后面的好多内容 说哪儿讲过 我觉得非常清楚 好了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